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句曲词突然让穆小桥陷入到模棱 眼中心里除了自逃便再无其他 周匪和谢允这才得以趁机逃离 二人与陈飞等人会和远离霍家宝的是非之地 在树林中栖身休息 绿树流水让众人心神得片刻安逸 吴楚楚与家人分离又遭受到这般变故 内心忧思深重 周匪受陈飞所托 虽嘴笨不懂安慰交流 却让对方暂时放下了心中愁绪 周匪见吴楚楚将爹娘所送之物当作是项链佩戴 念及谢允所送的木刀不好存放 所幸也用头蛇穿插戴在了脖肩 这一幕正巧被路过的谢允瞧见了 脸上的满足笑容出卖了他此刻内心的欢喜 吴楚楚本想提醒 女子将旁人所送佩戴脖肩其实另有深意 但见周匪丝毫不懂俗事中事便也不再多言 谢允现身引得周匪一同在临终散步 虽人是互相调感埋下对方 但其中关系四边都更加亲密了 谢允本想趁独处之机 主动将周匪掉落的手帕归回 奈何陈飞突然出现 只得下意识地重新收回怀中 三人共作一处用吃食 无意中谈及到了谢允师出河门 却见对方支支吾吾 一伙自称是助剑师 一伙又自认是写离恨楼的千岁优 此片离恨楼其中的一折便是穆小桥所唱《枯庄》 陈飞虽久居48寨 但对离恨楼甚是熟悉 也能够张嘴唱上那么几句 就是那调儿呢 却早已去扑捞飞到何处了 眼下得知谢允就是千岁优本人 立刻双眼放光 真真是个小迷地的模样 这次下山亲眼得见 沐小桥和沈天树交手 让周匪看清自己究竟几斤几两 本以为经过半年努力 终于可以拥有到自如选择取水的权利 但终究距离父亲口中的强者 还差之十万八千里 现实再次给了周匪重重的一斤 动身前 钟肖子突然对周匪发难 实为最后试探之举 他将一卷看似无用的道德经赠与周匪 便失礼道别 孤身再次前往霍家堡 钟肖子武功不凡 想来呢也是故意被困霍家堡的 借此查新江湖人被困真相 陈飞得知谢允身如扶贫 无处可去 立刻殷勤邀约他同行 如此郑重谢允的心怀 众人一路来到华容城中 却见城中流民甚多 只是眼下难得放松 陈飞有心挑选发簪 刘正家中未过门的妻子 便将流民之事暂时抛住了脑后 随后呢 一行人来到了48站 安插在华容的暗庄客栈 因华容流民异常 陈飞无意多声事端 只为修转之后呢 便立刻启程归赛 谁知刚落下脚 吴楚楚就被县令之子 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轻薄 自下山以来啊 周匪所见竟是仗势欺人之辈 眼前这一幕更是触及他心中怒火 周匪出手救下了吴楚楚 压抑数日的情绪一朝爆发 恨不得将县令之子的手臂 硬生生的折断才肯罢手 谢远担心周匪与得罪官府 以致取引县令之子 和其手下受辱追赶自己 这才让麻烦远离了周匪 谢远故意引诱到县衙 打手连锥数条街道 与另一边的内阶形成了强烈对比 华容别愿坐落在此处 正是沈天术在华容暂时栖身之所 沈天术的到来 让仇天静倍感威胁 两人本就不目 更加视对方为眼中钉肉中刺 现下仇天静面对于沈天术的暗示 其要安分守己的威胁 尚且不敢正面与他撕破连面 重新安顿好吴楚楚姐弟 周匪应谢远之前的邀约 找到好久没见酒房 更是好奇对方 既然三页两瘾就可以不负任何银钱 便能够得到店家几壶好酒箱子 二人就地坐在酒房外的街厅之上 接连两次进山下种种景象 处处皆是食不果腹 颠沛流离 置身水深火热的百姓 将周匪想象中的美好世界彻底打碎 这世间之事 远离了周一堂和吴费这等将军侠士可以左右 周匪这才确实明白 英雄二次何其沉重 如此也让周匪更是好奇 谢远究竟身份为何 得王林将军这半信任 不过周匪自然再没有第二个父亲 可以被之旅走了 倒也不必在意谢远的含糊其词 倒是谢远低身自语 竟有心卢走 李锦荣更为宝贝之人 便是早已对周匪新生爱慕之情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